就是慈禧太后是每天晚上必须泡脚的 她那个泡脚讲究到什么程度呢 她的工具也是分团队的 其中她有一个团队是专门负责给她泡脚的 她的泡脚为什么会复杂到要以主人来做呢 那就是首先第一呢 她的泡脚水非常讲究 那都是太医开了方子的 而且呢是会根据她的身体情况来 慈禧的这个方子呢我就研究过 它里面呢比较主要的就是要用到什么呢 木瓜 牛膝这样的一些东西 木瓜呢不是咱们平时吃的那个水果的木瓜 而是我们传统的一个木瓜 它是不一样的 这个传统的木瓜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是可以调理我们的关节的 通力关节非常好 它也让它用这个木瓜煮水来泡脚 它的泡脚一边泡呢 一边还要进行一个按摩 就是为了让它呢这个经脉通胜 我们现在用这个麦顺泡脚 你就相当于是一个宫廷御用的享受吧 还有一味药就是用到了牛膝 牛膝它是植物 它有一个特别的好处就是呢 它能够调理我们身体腿部的问题 所以如果我们膝盖有问题的话 你一定要用到牛膝 所以这个麦顺我们来泡脚的时候呢 注意一下 我建议啊 你泡脚用一个深一点的木桶 足浴包放到这个泡脚水里面呢 倒入开水泡上 然后泡一会儿 抓起来挤一下它 把里面的药汁往外挤 把这个足浴包泡软了以后呢 泡得热热的在膝盖上去擦 这里面的这些方子的效果呢 渗透到我们的膝盖 这样效果就更好 而且呢 也就更充分的去利用这个足浴包 我们泡一次脚用一包 这里面的药 其实它都是蛮好的